大明星的粉絲曾經說生姐,經常有樣學樣,大明星做什麼戲,他就做什麼戲。 大明星做矛單亭,他又做矛單亭,大明星做蝶英雄離記,他又做蝶英雄離記。 但其實,不是有樣學樣,不是跟,是修正吧? 作為飲傘的真正的傳弟子,見到有人又說自己是飲傘的徒弟,但將戲做到烏梨馬叉,有什麼可能忍得才行呢? 講起大明星和舊花蛋那套矛單亭,大家還記不記得那張男女主角都是穿白衣服,背景又是白色的海報, 當年好像掛在紅帥,有些網友說見到會嚇一跳,開車都心驚驚驚。 其實設計概念是什麼呢?設計師是不是想著曲詞裡有白衣女婿這幾個字,所以都叫男主角穿白色衣服呢? 但其實白衣女婿就不是這個意思,所謂白衣女婿,即是說她很窮,沒有錢,沒有功名,沒有家世,什麼都沒有平民一個意思。 那個設計師不知道,以為白衣女婿就穿白衣服呢? 但其實有多少個文武生做幽溝那段是穿白色衣服呢? 我也在網上講過這個問題,家母就說,好心你不要在網上講那麼多東西, 就是啦,李芳啊,有人不是看過你寫的東西嗎? 那那邊的團隊真的會看過我寫的東西嗎? 我記得他們那時候很努力宣傳的, 舊花彈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,其他戲服未曾做起, 只是做起這兩件而已。 她沒有說過那兩件白色衣服只是要來拍照。 但是呢,我看完這個訪問,然後在網上寫了一些東西, 然後大明星男主角就在另一個訪問說, 那兩件衣服只是要來拍照,不會用來上台的。 不會真的跟我有關嗎? 家母曾經說是的,不過她說笑而已。 我哪有這樣的影響力啊? 雖然,有些老人家身邊的人就來煩過我的。 不過,她們不會那麼壞,煩我之餘, 又要我提他們的東西,是嗎? 至於生的一套貿丹亭做到邱溝那裡, 不喜歡她的人,就說她不應該鬥雞眼。 但是那些戲迷就說, 只是這個鬥雞眼,都可以翻看又翻看, 體足一年都不厭,又會這樣的。